感谢耶稣,我们昨天上了一天四节的课程, 那我们讲到的是在家庭关系里面的冲突, 我们有了昨天的基础之后,我们把昨天四节的课做一个结论, 我们有了昨天基础之后,我们就将昨天四节的课程来做一个结论, 意思是说,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其实跟没有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 意思是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跟那些未信耶稣的人是不一样的, 不是因为我们受洗而不一样而已, 而是我们对生活,对家庭,对关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对这个生活,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关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原来的家庭, 我们大家都有自己原来的家庭, 这三年来我们上的课程讲到很多有关于自己原来家庭的问题, 这三年来我们上的课程,讲了很多我们家里原来的问题, 听起来好像,家庭让我变成这样的, 听起来好像家庭一样,我们也变成这样的, 可是今天进入耶稣的人, 但今天进入了耶稣基督的人, 原来家庭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够左右我们下一步, 原来家庭原来对我们的影响不能够左右我们下一步, 可是如果没有耶稣圣灵能力的帮助的人, 但如果没有耶稣圣灵能力帮助的人,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困难跟问题, 就永远是困难跟问题, 原生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困难跟问题, 永远都是困难跟问题, 好吗?这是昨天的课, 所以从今天开始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再说, 我本来的性格是这样的, 所以从今天之后, 我们又不能够再说, 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我家以前是这样, 所以没办法了, 我家以前是这样, 所以我没办法, 我的血型就是这样的, 我的血型是这样的, 还有什么? 血型应该, 有的人信耶稣以后, 有的人信耶稣还看这个血型, 有的人还会说, 你几月生了, 问你几月生了, 哎呀,不怪得你这么凶, 不怪得你这么凶, 我也不知道几月会很凶, 我都不知道结哪个月比较凶, 所以, 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困难, 在进入耶稣以后, 要把它拿掉, 原本家庭所带给我们的困难,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要将它来除掉, 这是一句很简单的话, 如果我们没有像昨天课程这样, 一句一句耶稣的话, 来对付自己, 没有像昨天的课程那样, 耶稣的话一句一句, 来对付自己的话, 那你真的就是, 原来家庭是什么, 你就是什么, 原来你的家庭是怎样, 那你就是怎样, 好吗, 这样子有听清楚了, 这样听不听清楚呢, 所以今后我们开始讲话, 是每一次讲话, 都要先问自己, 我选择讲什么, 所以以后呢, 我们每讲话之前, 都要问一下自己, 我要选择讲什么, 我选择怎么反应, 我选择怎么样去反应, 我是耶稣的人, 我怎么看这件事, 我是耶稣的人, 我怎样去看这件事, 好了, 有了这个基础以后, 我们就再深入去讲, 里面这个人了, 好了, 那我们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再深入去讲, 我们的内里的人, 我们已经先预告了, 这个礼拜, 我们讲的都是自己, 我们已经预告了, 这个礼拜都是讲自己, 你们都是, 感谢主啊, 都很甘愿来被骂, 感谢主啊, 你们都很甘愿来被人骂, 很心甘愿, 我没有逼你来, 我没有逼你们来的, 所以不要给我脸看, 不要给我脸色看, 我们现在要讲, 更里面的这个人, 现在我们要讲, 那么里面的那个人, 圣经里面, 在罗马书那边, 还有其他的圣经的章节, 教了我们, 圣经罗马书里面, 就有其他的经节, 也都教了我们, 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人, 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人, 那个人叫做旧的我, 这个人叫做旧的我, 然后他的英文说, 里面的人, 英文就是说里面的人, 那他用这个字呢, 我们看起来就觉得, 就是我咯, 那你自明看起来就是我咯, 所以我们读来读去, 有时候会觉得, 我要改, 我要改, 所以我们读来到去, 常常都会说, 我要改变, 我要改变, 昨天的课程已经告诉我们, 他如果包装过在里面的话, 改不到的咯, 所以我们今天要邀请所有的人, 再一次回想, 我们自己的小时候,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大家, 再一次回想我们小的时候, 可以吗, 想一想, 你自己是小孩子的时候, 想一想我们是小孩子的时候, 所以我放了一个图画, 孩子的照片, 所以我放了一幅图画, 就是这个小孩子, 我觉得很多时候, 我想不出人生的道理的时候, 我会去看小孩子, 但是我常常, 想不出人生道理的时候, 我就去看这些小孩子, 我看到小孩子, 他们怎么样, 叫做什么, let go, 就是算了, 这样, 算了, 小孩子看这些小孩子的性格, 就是他说, 什么都好像阿孙那样, 有没有看过, 有没有看过他们, 可是大概, 六七岁以后, 他就不会算了, 六七岁之后, 他的态度就不是这样, 所以是, 你要看, 要看六岁以下的, 你看, 都要看六岁以下, 看看教会的小孩子, 看看教会的小孩子, 想一想自己小时候, 看看自己小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 最天真, 都不会害怕, 那时候是最天真, 也都不怕, 有人打你, 你都不怕, 有人打你, 你都不怕, 对不对, 爸爸妈妈追着你打, 你都OK的, 爸爸妈妈追着你打, 你都没什么所谓, 你都, 你可能忘记了, 想一想看, 你都觉得很好笑, 你觉得, 你想一想, 或者你都忘记了, 或者你觉得很好笑, 因为你会躲起来, 因为你会躲起来, 然后你爸爸妈妈很忙, 追不到你, 你爸爸妈妈又很忙, 又追不到你, 很远这样骂你, 你就哈哈哈哈, 没有听到, 很远, 人骂你, 你只得很好笑, 因为你听不到, 那个叫做, 他很容易, 算了吧, let go, 这个态度就是很容易, 就是说, 不会计较算, 去年, 我讲了一个小故事给你们听过, 去年, 我讲了一个故事给你们听, 那个小孩子五岁, 被他的爸爸跟他的妈妈, 打到不像人, 这个小孩子得五岁, 被爸爸妈妈打到五岁, 教会结束以后, 推到汽车里面踢, 教会结束之后, 就推到车里面踢, 因为他吃了一个朱古力, 因为只不过吃了一块朱古力, 他妈妈叫他不要吃, 他妈妈叫他不要吃, 他把他塞进去, 塞入口就吃了下去, 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的耳朵很好玩, 你觉得他们的耳朵很好玩, 说不要吃, 他其实就是吃快一点, 你叫他不要吃, 他就吃快一点, 你叫他快一点吃, 他就给你吐出来, 你叫他吃快一点, 他就吐出来, 有没有, 所以你要看, 小孩子很好笑, 他是走不一样度,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想法, 所以这个小孩子好有趣, 他走不同的路, 因为他有自己的思想, 哇, 这个妈妈不行, 他看到他儿子, 把那个朱古力塞进去, 哇, 用手要挖, 这个妈妈就不行了, 见到小孩子将朱古力塞进去, 他又要用手将它挖出来, 我心里就在想说, 有这么大的气吗, 我心就这样想, 需不需要发这么大脾气, 你想想看, 一个大人, 妈妈, 大人, 你可以想像一个大人的妈妈, 一个小孩五岁, 一个小朋友都五岁, 他过去挖他的嘴, 过去挖他的嘴, 里面只是朱古力, 里面只是朱古力, 打开, 将开嘴挖他的嘴, 将嘴挖出来, 有时候想一想, 那个火啊, 不知道从哪里来的, 但是想想, 究竟这些火器在哪里来的, 那么小, 这么小, 他是你的, 叫什么, 弟兄姐妹, 他是你的弟兄姐妹, 在神的眼中, 他是你的弟兄姐妹, 在神经眼中呢, 他是你的弟兄姐妹, 试试看你跟隔壁那个, 你现在坐的弟兄姐妹, 你挖他的嘴看看, 你试试你挖你旁边的, 弟兄姐妹的嘴挖下来, 你为什么不挖, 为什么你不挖, 他也是弟兄姐妹, 他也是弟兄姐妹, 挖他, 你挖他, 你看他什么反应, 你看他什么反应, 他打你, 他打你, 对啊, 可是你看那个小孩子, 就哼啊, 一直笑, 一直笑, 这个小孩子就在那里哼啊, 在那里笑, 嘴巴不开, 嘴又不打开你, 抓过去, 他爸爸把他抓过去, 推到汽车里面, 推到车里面, 那边的门锁起来, 将门关起来, 这边的门打开, 这个门就打开, 用脚踢, 在里面, 他没有地方走, 他在那里面, 那个小孩子没有路走, 吃一个朱古力会变这样, 吃一个朱古力就变成这样, 我看到心痛, 我看到好心痛, 我说爸爸, 你需要这么大的火吗, 你爸爸, 你需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吗, 应该, 小孩子要教, 应该, 小孩子要教, 你看到, 以前是这样教的, 以前是这样教的, 后来呢, 我第二天, 见到这个孩子, 那第二天, 我就见到这个小朋友, 我心痛了, 我身好痛, 我就问说, 弟弟弟弟, 我问他呀, 小朋友, 回家还有被打吗, 回到家, 还有没有被打吗, 有, 有哦, 他讲的时候会笑, 跟我们很不一样, 跟我们是不同的, 他不会这样, 不然呢, 他就是这样了, 他不会, 他说, 有, 有, 哎呀, 我想说, 有什么好笑, 我说, 痛不痛, 痛不痛啊, 有没有好笑啊, 痛, 痛, 那, 怎么办呢, 那弟弟弟弟弟弟呢, 他说, 哇, 真的有智慧哦, 他说, 行啦, 很有智慧的, 行啦, 他说, 不然你要怎样, 不是弟弟弟弟弟弟弟, 他问我, 不然你要怎样, 他是很好的辅导的哦, 他是一个很好的辅导人员, 他教我, 他教我, 算了, 那算了, 所以他把它放下, 小孩子有天生, 本来神给的东西, 小孩子又本来有神, 天生是赐给他的东西, 可是哦, 我们慢慢长大就没有了, 我们慢慢慢慢长大就不会有了, 现在绕了一圈, 四十年以后, 又回来学, 怎么放下, 要, 呃, 要有一圈呢, 四十年之后, 我们又回来, 学习点去放下, 对不对啊, 你现在碰到人, 你都说, 啊, 算了, 不要计较, 那就是放下嘛, 四十年后才一直学, 学不到, 你看到人说, 算了, 放下了, 但是四十年之后, 我们再学都不容易学, 所以你发现, 人很奇怪, 说过教育以后, 那个脑很硬, 所以人很奇怪, 受过教育之后, 头脑变得很生硬, 六岁, 五岁还没进学校, 哇, 很软啊, 很放松啊, 六岁, 五岁还没读书的时候, 头脑是很放松的, 所以你说, 怎么样, 所以你说, 怎么样呢, 每天教他, 读书, 读书, 以后硬硬的, 每天教他读书, 读书都读到都很生硬, 读书也是很重要, 读书都是很重要的, 那你看这个图画很可爱, 你看这幅图画很好, 它有天生的东西, 它有些天生的东西, 那它的天生的东西是, 父母亲本来还没有给他的, 那天生的东西呢, 父母亲还没给他的, 因为他一生出来是神的人, 因为他生出来是神的人, 好像神的王子, 神的公主, 好像神的王子, 神的公子, 送到你家了, 结果你开始教, 结果你开始教, 也不知道你教什么东西, 又不知道你们教什么, 你可能也没有教, 你可能也都没有教, 可是小孩子开始用看, 看到你们两个, 小孩子他用眼睛, 看到你们两个, 他看到父母亲的说话跟反应, 看到你们的说话, 你们的反应, 这都是这几年的课程, 那我们要来讲里面的人, 我们来讲这个内里的人, 他看久了之后, 他就开始教自己了, 他看得久了之后, 他开始教自己了, 所以要注意, 不是你教他的, 所以我们要注意, 不是我们教他的, 是他自己教自己的, 是他自己教自己的, 可是因为他自己教自己的时候, 你不知道, 因为他自己教自己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他自己跟自己说什么, 你也不知道, 他自己跟自己说什么, 你也不知道, 所以你以为你在教他, 所以你以为你在教他,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不要这样, 快点吃饭, 快点洗澡, 快点洗澡, 快点做功课, 快快快, 快点, 快点, 因为你觉得他们慢慢, 因为你觉得他很慢, 结果你看我们今天, 昨天的课, 叫你们慢一点, 但是你又反而, 昨天的课程, 是教大家慢一点, 很好笑哦, 四十年以后又来学慢, 好好笑哦, 四十年之后呢, 我来就来学一下电话慢, 因为那个脑冲冲冲太快, 会坏掉, 因为脑冲得太快, 会坏, 现在的科学就教你说, 脑要慢放松, 现在科学叫你的脑要放松, 英国有没有教这个, Slow, 英国有没有教人慢呢, 吃慢, 走慢, 讲慢, 有没有, 吃东西慢一点, 做东西慢一点, 讲东西慢一点, 是你们发明的, 是你们发明的, 英国发明出去的, 英国发明, 它有一个字哦, 它有一个字, 好了, 你们都不在乎, 你们只会赚钱, 你都不在乎, 只是想赚钱, 哦, 你也翻, 不要翻, 你看哦, 现在开始学慢, 可是我们以前教孩子快快快, 所以我们开始要学习, 然后你说话也很快, 所以他开始跟自己讲话, 所以他开始就跟自己讲话, 爸爸妈妈的关系, 是第一次影响孩子, 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最重要的时候, 爸爸妈妈的关系, 是影响孩子自己, 跟自己讲话最重要的时候, 你的表情, 我们的表情, 你看先生, 看太太的表情, 我们看丈夫或者太太的表情, 小孩子全部看进去, 他看进去以后, 好奇怪, 他记得, 他看进去以后, 好奇怪, 他会记得的, 他记得的不是图画了, 他记得的不是图画, 他记得之后, 会转变成一句话, 他看了之后, 会转变成一句话, 然后那句话, 他就教自己, 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个一看不到, 就变成到里面去, 这个看不到, 就会变成他里面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故事, 所以现在我们又来讲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孩子, 叫做Robbie, 以前有一个小孩子叫做Robbie, Robbie这个小男生, 他出生在一个家庭里面, 这个Robbie在一个男生生在一个家庭里面, 爸爸妈妈很忙, 爸爸妈妈都很忙, 两个都工作, 两个都要上班, 没有时间照顾他, 没有时间照顾他, 可是Robbie在这个环境长大的时候, 看到了很多事情, 但Robbie在这个家庭上大, 他看到很多事情, 爸爸妈妈上班回家了, 爸爸妈妈上班回家了, 冷冰冰的, 冷冰冰的, 因为爸爸妈妈都有压力, 因为爸爸妈妈都有压力, 脸不会笑的, 脸有没有笑容的, 讲话的时候是冷冷硬硬的, 讲话很刺眼, 好冷, 好冷, 什么叫做冷冰冰很硬的讲话呢, 什么叫冷冰冰很硬的讲话呢, 昨天下午我们有学恩典的讲话,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下午有学到恩典的讲话, 冷冰冰就是相反的, 冷冰冰就是相反的, 吃了吗, 你吃了没有, 去吃了, 快点去吃吧, 吃什么, 吃什么, 不会看了, 自己没有看了, 又吃这个, 又吃这个, 不然你想怎样, 那我不想怎样, 吃了, 吃了, 冷冰冰, 这些就是冷冰冰, 那个关系是冷冰冰, 这个关系是冷冰冰, 小孩子就看, Robbie就看, Robbie就看了, 接着就要问他写功课, 跟着就问他有没有做功课, 你知道啦, 写功课, 很像没有写他会死, 所以我们很怕他没有写功课, 如果功课没有做, 好像会死, 所以很单身, 功课写了没, 功课受了没, 还站在这里, 还站在这里, Robbie很小就听这样的话, Robbie从小就听这些这样的话, 然后呢, 就告诉他, 你快点写完, 你写完就可以看电视, 你快点写, 做完就可以看电视, 你写完就可以玩电脑, 做完就可以玩电脑, 你没有写完, 没有电视, 没有电脑, 没做完呢, 没得看电视, 没得玩电脑, 用电视跟电脑跟他八个, 用这个电视跟电脑跟他来教育, 我现在都没有说好还是不好, 我只告诉你一个故事, 我只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但整个都还没讲到, 你这样做是好还是不好, 然后呢, 快点洗澡, 然后就说快点洗澡, Robbie跟妈妈说他不想上学, Robbie跟妈妈说我不想上学, 妈妈说你又来了, 你又来了, 你要我讲几次, 你想我讲几多次, 不上学要去哪里, 你不上学你去哪里, 没有用的东西, 没有用都没有, 上学, 快点去上学, 我不想上学, 我不想去上学, 因为Robbie在学校被欺负, 因为Robbie在学校被人欺负, Robbie比较瘦比较小, 比较瘦比较小, 他在学校的时候都自己坐在角落, 他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他也都没有告诉爸爸妈妈, 因为他怕被人家打, 因为他怕被人家打, 所以他到学校去, 他很紧张, 所以他回到学校就很紧张, 他一紧张, 他学习, 很多都听不到, 因为一紧张, 他学习就学不到, 所以他回到家, 有时候功课也写不完, 他回到家, 所以功课又做不完, 他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功课, 他也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功课, 所以有时候也没有写, 所以有时候也都没有写, 老师就发现了, 老师就发觉到, 妈妈就处罚他, 妈妈有处罚的, 再逼他去学校, 再逼他去学校, 妈妈没有了解, 爸爸没有了解, 为什么Robbie不想上学, 爸爸妈妈也都不了解, 为什么Robbie不喜欢上学, 爸爸每次看到Robbie的时候就说, 你可不可以像那个谁谁谁一样好啊, 爸爸每次见到你, 你可不可以像他一般就好了啊, 如果你好似他一半就好了, 每天跟他比较, 别人比他好, 每次跟你比较, 其他人比他好, Robbie慢慢就长大了, Robbie慢慢就长大了, 长大之后, Robbie开始就不太说话了, 长大之后, Robbie开始就不太说话了, 他开始就觉得, 好像只有玩video game, 玩电动玩具, 他觉得, 可以活下去, 你只是觉得, 好像能够玩这些电动玩具, 才能够生存下去, Robbie开始不能上学, Robbie开始又不能够上学, 到13岁的那一年, 他手会震, 会抖, 到13岁的那一年, 他手又开始会震动, 但是你只要给他电脑, 他手就不抖了, 你一给他电脑, 他手就不震了, 有没有听过这种病, 有没有听过这种病, 是最新的, 他没有办法走出门, 看到太阳, 他会抖, 他不能够出门, 见到太阳, 见到就手会震, 但是你给他一个iPad, 他就不抖了, 你给他一个iPad, 他就不震了, 这是最新的病, 这是最新的病, Robbie开始不能上学, Robbie开始就不能够上学, 一到学校去以后, 全身抖, 一翻到后, 就全身震, 那后来呢, 是因为这样子, 学校发现他有问题, 因为这样, 学校才发觉到他有问题, 回到家里面, 爸爸妈妈还是很忙, 回到家里面, 爸爸妈妈仍然很忙, 告诉他说, 你为什么, 可不可以体谅我的辛苦啊, 他妈妈就跟你说, 你可不可以体谅一下我们的辛苦, 你已经十几岁了,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脑想一想啊, 你已经十几岁, 可不可以用你的脑去自己想啊, Robbie没有表情的, 因为他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从小已经告诉自己很多的话, 你没有听过, 因为从小时, 他已经告诉自己很多的话, 你没有听过, 所以呢, 你就看到Robbie所有的故事写在上面, 所以你就看到Robbie的故事, 就写在上面, 他的父母亲很忙, 他爸爸妈妈很忙, 而且呢, 拿他跟别人比较, 而且将他们和其他人比较, 每一天追功课, 每一天追功课, 那么他看电脑, 看电视, 他看电脑, 看电视, 他的父母亲对他只有唠唠跟叨叨, 他爸爸妈妈对他正是牢牢叨叨, 可是又很保护他哦, 但是又好保护他哦, 怎么保护呢, 也要保护呢, 他的爸爸妈妈到别人的面前都说, 我们RobbieOK的, 他在其他人的面前呢, 我们Robbie是没什么问题的, Robbie没事情的, 没什么事情, 你看几乖, 你看他几乖, 你看都不会说话, 你看几乖, 你看都坐在那边不会动的, 坐在那边不动的, Robbie常常这样听啊, Robbie整天这样听到, 爸爸妈妈是用这样保护他, 爸爸妈妈是用这样来保护他, 所以不是说保护的意思是说, 哎呦, 怕你受伤, 不是, 是到外面来的时候, 不承认有问题的呢, 保护的意思呢, 不是说, 不让他受伤, 在外面不承认他有问题, 不承认说, 哎, 我的孩子怎么这样子呢, 帮我祷告一下吧, 不承认他的孩子, 有这样的问题, 叫人家, 为什么我谁会这样呢, 叫人家帮忙吐告一下, Robbie慢慢长大, Robbie就慢慢长大, 问题越来越多, 问题越来越多, 后来Robbie就进入到忧郁症, 后来Robbie就有这个忧郁症, 所以我们知道, 孩子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礼物啊,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小孩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 你看他可以从这样子的表情, 可以从这样子的表情, 一直变成这样子的感觉, 可以变成这样子的感觉, 你知道你跟我从前也是这样吗, 你知不知道, 你跟我以前都是这样, 知道吗, 知不知道, 我们小时候, 也是这么的快乐, 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都是这么快乐, 可是慢慢长大以后, 我们的里面不快乐, 慢慢长大之后, 我们的内里就不快乐, 我们的外面看起来很漂亮, 我们的外面看起来好像很漂亮, 可是里面其实是不快乐, 其实我们的内心是不快乐, 怎么知道呢, 因为很担心, 因为很担心, 担心很多事情, 担心很多的事情, 这个里面就不快乐, 这个内面就不快乐, 再来很怕很多事情, 再来就怕很多的事情, 这个昨天都有讲了, 对不对, 这个昨天已经讲过,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里面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内里的事情, 一个小孩子就是你跟我啦, 这个小朋友就是你跟我啦, 一定要想啊, 我们现在不是在讲教育, 我们在讲自己, 我们要想, 现在我们不是讲教育, 是讲我们自己, 我们曾经是小孩子, 我们曾经是小朋友, 我们永远知道自己, 为什么伤心, 我们永远都知道自己, 为什么伤心, 可是我们不一定会讲出来, 但是我们不是一定会讲出来, 从很小就练习这件事, 从很小的时候, 我们已经练习这件事, 所以长大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不太能够讲真心话, 所以到我们带到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们不是怎样可以说这个真心话, 我们大部分是讲外面的东西, 我们大部分都讲外面的东西, 可是里面的想法是很负面的, 但是其实我们内面的想法是很负面的, 很怕事情, 很怕事情, 很负面, 很负面, 很多的不快乐, 很多的很快乐, 所以我讲的是里面, 那么我们如果当爸爸妈妈的人, 今天我们不了解孩子为什么伤心, 如果今天做爸爸妈妈的人, 为什么不了解自己的小朋友, 为什么不会伤心, 我们只要静静地看他做什么, 我们正是静静在这里看他做什么, 我们暂时不用立刻那么快去教他, 我们不要说立刻那么快去教他, 昨天上了一课说, 人会自己复原, 自己健康, 那么我们讲个人的健康, 他自己是会复原的, 可是旁边的力量如果太大, 可惜, 不是, 如果旁边的力量太大, 他有时候会乱, 但是他会乱, 一乱他又给第二个message, 告诉自己不好的东西, 一乱他又有第二个信息, 他告诉自己不好的事情, 去年的课我们学到, 去年的课我们已经学到, 脑子里面的小盒子, 专门收集不好的感觉, 那收集完了之后就放起来, 收集完之后呢, 他又放在里面, 就长大了, 他就长大了, 所以里面是负面的, 所以里面是负面的, 耶稣的话进不去, 耶稣的话进不去, 一定要对付他, 一定要对付昨天的课, 所以孩子会跟自己讲话, 所以小朋友会对同自己讲话, 你跟我以前也是这样子, 你跟我以前都是这样, 所以你现在很多的想法, 负面的, 不开心的想法, 是从小孩子来的, 你自己小孩子来的, 所以现在我们很多的思想呢, 不负面的, 不开心的想法, 都是从小的时候来的, 知道吗, 你一走在路上, 你一走在这个马路上, 你觉得, 哦, 那个车会撞到我, 啊, 你说那个车会撞到我,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为什么你会这样想, 我在公园, 你在公园, 你在公园那里, 你会背, 你的皮包会背着, 你的皮包会, 你们是什么, 手提啊, 手袋啊, 你的手袋会背着, 有没有看过, 你们去到哪都会背啊, 你去哪里都会背着手袋, 因为你告诉自己说, 有人会偷你的东西, 因为你自己告诉自己说, 有人会抢我们的东西的,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你的, 你会背着, 你自己看会背的都是我们, 你会背着的, 什么都背哦, 什么都, 我们都没有去给你, 你坐车啊, 你坐火车, 你坐火车, 你会一直看你的袋子, 有没有被拿走, 你看这个, 有没有被拿走的, 有没有, 你看现在的小孩子, 你看现在的小朋友, 拿走就拿走咯, 拿走就拿走咯, 跟我们很不一样, 他们里面是, free的, 是没有压力的, 然后我们就很想教他, 我们很想教他, 东西不要弄丢啊, 你的东西不要乱放, 所以你看, 还有再来, 我们走在路上的时候, 再来, 我们走在马路上面的时候, 我们只要看到, 比较高的人, 我们见到比较高大的人, 黑黑的, 黑黑的, 你会走旁边, 你就走旁边一些, 为什么, 为什么, 你里面告诉自己, 危险, 你里面会告诉你, 是很危险的, 可能是坏人, 可能是坏人, 人家只是黑黑的, 又不是坏人, 你只不过上黑黑的, 不是坏人, 可是你会, 自己就走旁边, 你自己就会, 由旁边那里走, 你要看自己发生什么事, 你要看自己发生什么事, 那个不是你长大学的, 那些不是长大之后学的, 那个是很小以前, 跟自己讲过的话, 这是以前很早, 人家跟我们讲过的话, 因为看过很多负面的东西, 因为看了很多负面的东西, 你知道小孩子, 只要在家里, 看一次, 两个大人, 爸爸跟妈妈讲话很大声, 小孩子只不过在家, 一次看爸爸妈妈很大声讲话, 我现在讲的小孩子是六岁以下, 现在讲的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只要你们两个讲话很大声, 只要你们两个讲话很大声, 他里面就跟自己讲话, 他里面就跟自己讲话, 他不是想说, 哎哟, 怎么这样大声, 他不是说, 哎哟, 为什么讲话这么大声, 他的里面是告诉自己说, 一定是我, 我, 是我, 他一定要跟自己讲, 一定因为我, 是因为我, 他们讲话变这么大声, 因为我, 他们讲话声这么大声, 我要乖一点, 我要乖一点, 所以你注意看那个小孩子, 所以你要留意这个小朋友, 爸爸妈妈只要一吵架, 只有爸爸妈妈一吵架, 乖啊, 好乖, 马上写功课, 马上弹钢琴, 马上弹钢琴, 马上跑来说, 妈咪, 你还爱我吗? 他们好快的, 因为他里面告诉自己, 是我的错, 因为他们里面会告诉自己, 是我的错, 不关他的事, 不关他们的事, 是你们今天不知道, 哪一条钱没有收到, 吵架, 不知道, 有哪一条钱没收到, 就在那里吵架, 怪来怪去的, 怪来怪去, 那盘饭出去, 你怎么没收到钱, 你看那个样也知道是坏人, 那他听不到了, 他就觉得, 又是我, 又是我, 他听不到, 那他又是我了, 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 自己还拿一个批出来说, 妈咪, 你不够钱吗? 我有, 那次有小朋友, 拿了那个片子出来, 妈妈, 你明够钱, 我这里有, 妈妈把他打掉, 妈妈就把那个片子打走, 走走走走, 走开, 我们讲话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讲话是这样的, 那小孩子哦, 他放进去了, 那小朋友就会吸收到, 好了, 我们自己, 也小孩子过, 好了, 我们自己都做过小朋友, 当年, 你的爸爸妈妈, 很早的时候, 就来到英国了, 当年呢, 我们爸爸妈妈, 很早就来到英国, 很多时候你没有看到他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见不到他们, 对不对, 你不知道跟谁一起住过, 不知道跟谁一起住过, 你以为过了吗? 你以为过了吗? 你已经告诉自己很多话, 你告诉自己很多的事情, 是我, 是我, 一定我不乖, 一定是我不乖, 他们才走了, 不回来, 他们先走了, 去不回来, 所以我们就长大了, 那身边我们就讲大了,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你不要看起这件事, 这个东西进去脑子以后, 到今天出不到, 这件事, 日总过来露海, 到今天都出不了, 可是已经不是这个具体的问题了, 但已经不是这个具体的问题了, 是你看事情是负面的, 你看事情是负面的, 负面的东西进来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是负面的, 这些负面的东西进去我们的脑海, 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它是负面的, 你跟我今天想不起来了, 今天我们已经想不起你, 所以如果你小时候, 曾经看过爸爸妈妈, 没有在你的身边, 所以如果小时候, 我们没有见到爸爸妈妈在我们身边, 你曾经看过你爸爸妈妈吵架, 你曾经见过爸爸妈妈吵架, 你曾经听到很大的声音, 你曾经听过很大的声音, 那那些东西全部会进到我们的脑里面, 这些这样的事全部都入到我们的脑海, 就跟自己说是我的错, 就会同自己说这些都是我的错, 我们就长大了, 我们就长大了, 我们一长大之后, 你一长大之后, 里面是负面的, 里面都是负面的, 我们就开始教小孩, 我们就开始教这些小朋友, 我们教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 我们教出来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 负面的, 都是负面的, 都是不可以, 不要, 不准, 就是这样, 都是不准, 不得, 不可以, 你这样教是对的, 因为你说no, 这样教是对的, 因为你说不准, 可是你说完之后, 你又给他, 但你讲完之后, 你又给他,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觉到这样, 你不要说一个, 然后又做一个, 他就confuse, 搞不清楚, 你不要管一个, 然后又做另外一个, 那他就很混乱, 你看现在有的, 年轻的父母亲, no, 你看现在有些年轻的父母亲说不准, 很好哦, 可是过一阵子就忘了, 但是那时候又忘记了, 哎呀, 好可爱, 好可爱, 又给他了, 又再给他, 所以他就知道说, 原来你说话是不准的, 然后他就知道, 原来你说话是不准的, 我们的no很快会出来, 我们的no很快会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是属于负面的东西, 因为这些属于负面的东西, 然后五分钟之后, 你的脑才跑出来, 然后五分钟之后, 你的脑才跑出来, 说,哎呀, 不应该这样教, 不应该这样教他, 可是你一出来就是不准的, 因为出来就是说不准的, 一出来就是生气, 一出来就是生气, 那个东西我们也经过了, 这些东西我们已经经过了, 所以我们慢慢就长大了, 我们已经从外面人家告诉我们, 变成里面自己告诉自己, 我们已经从外面人家告诉我们, 已经变成了在里面, 我们自己告诉自己知道, 所以只要很准, 大概到了青少年的时候, 很准的, 到我们青少年的时候, 甚至到我们现在的年纪, 或者到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 如果我赞美你, 我说,哎,弟兄, 我觉得你很有能力, 我对你说什么, 大兄,我觉得你很有能力, 姐妹,我觉得你不简单, 姐妹,我觉得你很不简单, 我们里面觉得怎样, 我们里面会觉得怎么样,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好像很谦卑, 好像很谦卑, 本来是好事, 本来是好事, 你没有,没有,没有, 可是你讲话很大声, 没有,没有,没有, 但你说话很大声, 你应该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你都不会说了,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你应该很小声, 差不多没有声, 所以后来, 我们接受不到人的称赞, 我们也接受不到主耶稣的称赞, 我们也接受不到主耶稣的称赞, 主耶稣说, 你被保险买进来之后, 好宝贵, 主耶稣说, 你们是补血买回来之后, 就好宝贵, 你听到宝贵这个字, 有感觉吗? 你听到宝贵这个字, 有没有感觉吗? 主耶稣就又说, 你是我宝贵的儿女, 耶稣又就说, 你是我宝贵的儿女, 你是我什么什么, 很宝贵的儿女, 你说总之是宝贵了, 然后你看, 我们到耶稣的前面, 然后我们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大部分祷告的时候是在要东西, 大部分祷告的时候, 我们都是要一些东西,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到呢? 很少, 因为每一次祷告想到, 主啊, 我竟然可以跟你讲话, 这么的宝贵, 没有发现到主啊, 我竟然可以跟你来谈谈, 是这么宝贵的, 你是神耶, 这么伟大, 这么大的神耶, 我竟然可以跟你说话, 神是这么伟大的神, 我竟然可以跟你说话, 谢谢你用宝贵买了我, 多谢你, 感谢你用宝贵买了我, 我没有东西求了, 我没有东西求了, 我可以跟你说话, 已经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说话, 已经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事情, 我们一来就是, 主啊, 你帮我这个了, 你帮我做那个了, 你买这个了, 你送我那个了, 我们梦一来到就是说, 主啊, 求你帮我了, 帮我买这个送那个, 找工作了, 我想换工作了, 那个老板喊坏了, 我要换工作了, 主啊, 主啊, 我想换工作了, 老板好衰, 主啊, 生意不好啊, 人去了哪里啊, 北极人魔啊, 主啊, 这生意不好啊, 人去了哪里啊, 主啊, 那个菜现在这样贵啊, 起价了, 主啊, 那些菜现在这么贵, 起价格了, 主什么都管了, 主耶稣什么都管了, 你看, 拜耶稣拜成这样,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我们拜耶稣拜成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一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不觉得, 受不起, 没感觉, 因为主耶稣一称赞我们的时候, 我们没有感觉, 我们受不起, 光是为这件事情说, 主用他的血, 买你回来, 把你改身份啊, 这件事情已经大到, 你没有东西好求了, 他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主耶稣说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们没感觉, 我们没有感觉, 像不像我们在教孩子, 你一切东西都给了孩子, 我们一切的东西都给了他, 但是他没感觉, 他过来就是, 我要新的手机, 一个来就说我一部新的手机, 才用一年换什么手机, 你看我的, 我的是清朝的, 用了一年就说要, 你看我的部是清朝到现在的, 我这一部都打不出去的, 现在打不出去, 他说那是你的事啊, 你看你的事, 不然你用我的咯, 不然你又用我咯, 那你帮我买个新的咯, 又买个新给我咯, 我的这个都不错, 这个都不错的, 都还可以照相, 还可以拍照片, 就给你咯, 就给你咯, 我对你多好, 我对你多好, 现在的人是这样讲话的, 你用的手机都是他们剩下的, 你用的手机都是他们剩下的, 新的都买给他, 新的都买给他们, 他没有跟你说谢谢, 没有了, 他不会说, 多谢, 多谢你, 不会的, 明年又来了, 明年又来了, 人家有那个, 为什么我没有, 人家有那部, 为什么我没有, 你看人家的父母, 你看他们的爸爸妈妈, 你看, 你看一下, 买了, 买了, 像不像我们在神的面前, 你已经跟孩子一起生活说, 我的一切孩子, 都是你的孩子, 你和我们的子女一起生活, 我们和他说, 我们一切所有都是你的, 他受不起, 他受不起, 听不懂, 听不懂, 没感觉, 没感觉, 只要来你的面前, 只要来到你的面前, 就是讨东西, 就是要的东西, 只要没有要讨东西, 如果没有, 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讲, 一句话都不想跟你讲, 你有没有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教的, 是我们自己教的, 为什么我们教的, 因为我们曾经是这样长大的, 因为我们曾经是这样长大的, 所以我们出来的东西, 是负面的东西, 所以我们出来的东西, 都是负面的东西, 那些负面东西进来之后, 那些负面的东西进来之后, 耶稣的东西进不去, 耶稣的东西进不去, 你就发现, 我怎么样拜神, 怎么样祷告, 差不多, 你又会发觉, 我怎样拜神, 怎样祷告, 都差不多, 你要的也是, 赚钱, 平安, 顺利, 健康, 你要的都是, 赚钱, 平安, 顺利, 健康, 外面的人也是求这四个, 外面的人都是求这四个, 也不用拜耶稣, 也会有这四个, 不拜耶稣都有这四个, 怎么你拜耶稣, 拜二十年, 四十年, 怎么也是要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你拜耶稣, 二十年, 四十年, 都是要一样的东西, Zoe会有没有发现, 里面的人出了问题, 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在我们内里的人出现了问题, 所以我们才会用这个主题, 跟大家聊聊, 所以我才会用这个指题, 来跟大家聊聊, 聊聊聊聊, 不要觉得被骂, 不要觉得骗我, 你们听到越来越, 都是我的错, 又是我的错, 没听到, 竟然揽完后面, 又说又是我的错, 今天跟明天, 最后你要发现, 原来是这样的 因为是今天和明日 你就会发现到 原来是这样的 充满了希望 充满了希望 因为耶稣这么的爱 因为耶稣这样的爱 他不会就让我们摆成这样 然后就不会变 不会的 不会的 耶稣将我们变成这样 就不会变 不会的 主耶稣很有心的 主耶稣很有心 我们也要练习 好吗 我们也都要练习一下 又要休息了 又要休息了 休息要呼吸 吐口气了 被骂这么久 被骂了这么久 出去吐口气了 一起摸倒 一起摸倒